2013年的港姐桂军劉沛月 入行近10年 虽然星途发展不错 但始终未能上位一线 大红大纸 眨眼就由宵女挨到变中女了 今年已经33岁的渠 终于再次获捧上位 一线总经理曾志偉 正式公布了今年4套台庆剧的名单 分别是美丽战场 下流上车做 超能诗者 和新42章 而当中的美丽战场和超能诗者 阿满都有份援宠妃做主角之一 虽然还未有份继身一线 但也明显看到TVB对她的力捧程度有增无减 据知 其实阿满现时总共首执4套剧集 还有另外2套剧集分别是隐形战队和隐瞒 按照这样的形势发展 上位都是迟早的事 回想回前年 她凭这剧集《寒魔的2.0》 入围飞跃将部女艺园最后5强 去年又再入围女飞跃10强 以及最佳女配角最后5强 看怕今年阿满都应该有机会拿回奖吧 你们说呢?